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來跟大家講一點有趣的事情 昨天早上有個朋友跟我寄了一個郭文貴先生的錄像視頻 裡面談到全面共振 他說他堅決不支持,堅決不參加 也希望挺郭會的朋友不要以挺郭會的名義參加 但是他也說的挺好,他說他沒有資格反對 也沒有資格去阻攔那些挺郭會的朋友以個人的名義參加 這個聲明挺好的,跟我們做一個切割 這個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畢竟你還有利益在別人手上 你要跟中共勾兌,跟我們站在一起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這個團隊這個項目就是要跟中共捅刀子的 大家要刺刀劍紅的 跟我們這個沾上之後沒有勾兌的空間了 所以我們對這個視頻抱著是非常歡迎的態度 非常理解的態度 但是今天這個朋友又跟我寄來了一段郭文貴先生的新的視頻 在這個視頻裡面他的態度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開始攻擊全民共振平台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大的轉變呢? 那我們等一會再來分析 先來看一看郭文貴先生是怎麼樣攻擊的 總體上來說他攻擊的有三個點 第一個說是全民共振這個項目是一個釣魚的活動 這個觀點就是非常好笑 如果我要是想釣魚的話 如果我們這個團隊要是想釣魚的話 那麼一定會在去年就開始釣了 為什麼呢?因為自從郭文貴先生爆料之後 這個魚都被你釣完了 你想一想去年你爆料開始的時候 就號召所有的網友不分國內的國外的 來拼命的傳播你的這個爆料的消息 那也根據你們團隊的這個透露 說是有幾千上萬人遭到了抓捕 這是釣了一大門魚了 後來又有在那個白宮網站的簽名申請 要保衛郭文貴 那據說呢所有這些人的身份 又被中共知道了 那這一輪魚又釣得挺大 那現在呢又有一個郭媒體 據說在郭媒體上登記的 顯示IP的顯示那些人的身份的 又有兩三萬人 那經過這幾輪釣魚 你覺得我們要再想釣魚還釣得到嗎? 所以說釣魚的這個說法呀 絕對是不成立的 如果說要是釣魚的話 那麼您這個國安出身的人 而且經過這幾輪的這個做法 那是最大的釣魚的嫌疑 第二個呢 你說啊 如果我們在國內的家人不參與這個共振 那我們就是騙子 這個就真是缺乏一點反省的精神 反省的態度 你還記不記得 去年你爆料的時候 你有沒有要你的家人 國內的家人 國內的親屬參與爆料啊? 沒有啊 相反 你每一次要爆料的時候 你都說啊 你都哭著說 哎呀 國內的親人啊 來勸我啊 不能爆料啊 因此呢 我今天就不爆了 所以你不僅是沒有讓他們去爆料 還被他們阻止爆料 為什麼現在呀 你要用這個雙重的標準來要求別人呢? 我們跟共產黨戰鬥 那是我們自己個人的選擇 我們的家人 我們的親屬 他們如果選擇跟我們一起去戰鬥 我們當然高興 但是 如果他們選擇暫時的觀望 如果他們選擇去承擔其他的義務 那我們也要尊重啊 我們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有這個權利 去強迫親屬跟我們去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的奮鬥 我們的犧牲 就是為了 讓我們的這些親屬 讓我們的這些朋友 讓所有人的親屬和朋友 都不要承擔這樣的犧牲 在這個時候啊 我們怎麼會有你這種思維 說我做了 就一定要別人做 沒有的 那第三個呢 郭先生是說啊 他要打個毒 說那天啊 如果有一百人參加 他就要打自己嘴巴 打到出血為止 我認為啊 郭先生啊 現在啊 你沒有資格來跟我們打這個毒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賭債欠的太多了 你去年打了那麼多的賭 你哪一次兌現啊 你說要拋腹自殺 達不到目的就拋腹自殺 現在一個目的都沒達到 你也沒拋腹啊 你說啊不能把某某某關進監獄 你就要從18樓跳下去 那幾位現在還好好的啊 還生活的自由自在啊 我也沒見你從18樓跳下去 所以你欠的賭債太多了 你說話根本就不算數 你怎麼會有資格來跟我們賭呢 咱們前面呢 閒話說了這麼多 現在來談點正事 藉這個機會啊 我也向大家介紹一下 全民共振平台 讓大家自己啊 來判斷一下 我們這個項目啊 到底是不是釣魚 大家都知道啊 在中共這個暴政之下 各個地區任何時間 都有人啊 在進行群體性的反抗 群體性事件 每年是二十多萬三十萬起 參與的人數啊 達到將近三千萬人 無時無刻無地 沒有啊老百姓在反抗 但是呢 為什麼這些反抗沒有成功呢 為什麼這些反抗啊 遭到了殘酷的鎮壓 每年都要死這麼多的人 所有的這些抗爭呢 它都會遭到中共的殘酷的鎮壓 為什麼呢 是因為這些抗爭呢 太分散 在時間上面分散 一年三百五十六天啊 都有 在空間上面分散 每一個省 每一個縣 每一個鄉 都有 分散的抗爭 就被中共啊 用他們的網格化的維文體系啊 就能夠啊 輕而易舉的鎮壓 大家都知道啊 一個鞭炮 它是不能夠啊 炸毀一個房屋的 但是呢 如果你把所有的鞭炮都聚集在一塊 它就會炸毀這個專制大廈 那麼我們共振平台 知道啊 中共是想把老百姓啊 分而自之 分化瓦解 分別的加以鎮壓 我們呢 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就要把這些力量啊 通過一種機制 調整他們的頻道 讓他們調到啊 調整他們的頻率 讓他們呢 在一個頻率上面 在同一個時間 在少數的地點 力量匯局 引發共振效應 才能產生出強大的衝擊力量 才能夠衝垮這個體制 才能夠最後的 徹底的維護老百姓的權益 那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我相信大家都懂 我們不是在要求 那些啊 沒有抗爭意願 沒有抗爭訴求的人去抗爭 我們不鼓動他們 我們是啊 給那些下定決心 沒有退路的 一定要反抗的那些人 那些群體 我們告訴他們 我跟他提 我們跟他們提一個意見 說大家能不能夠 在同一個時間 在少數的地點 大家互相呼應 大家形成合力 大家一起來對付 中共專制政權 這個龐然大物 大家一起從這個政權呢 拿到我們應有的權利和利益 那郭先生也說了 還有很多的五毛也是這麼說 說你們呢 自己在海外發起這個運動 不顧國內人的死活 你們回去自己看一看 那我現在跟大家做一個正式的回應 第一這個平台的發起人呢 就在國內88位發起人 我們只不過是受他們的委託 在海外操作這個平台 大家想一想 在國內的88位 他們自己能夠這麼大張旗鼓的宣傳嗎 他們只要一冒頭 那麼中共的殘酷的這個暴政機器啊 就會把他們消滅 所以他們委託我們在海外 來幫他們做一件事情 我們是在減輕他們的負擔 減輕他們的風險 第二一旦我們在海外的任務得到了完成 一旦我們真正的引發了全民共振 真正的啟動了中國的民主變革 真正的啟動了街頭革命 那麼我們海外平台的很多人 那是一定會回去的 我和建民啊 我們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投身到這個反抗運動當中 當你郭先生呢 還在街頭當混混的時候 當你郭先生呢 後來加入中共的體制 跟他們一起作惡的時候 當你郭先生呢 在體制內啊 運用你的權力啊 強強豪奪 積累財富的時候 我們是拋家死的業 在為這個國家 在為這個國家的民主 在為人民的權利 在奮鬥 在犧牲 你怎麼有資格跟我們來說這些話呢 將來一旦革命開啟 我們還會回去的 我們怎麼會 我們等了三十年 等著那一天的到來 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 你以為我們會在海外啊 進行遙望嗎 我們一定會回去歸隊的 一定會和國內的戰友一起奮鬥的 那我希望郭先生還有一些五毛朋友啊 希望你們了解 我們絕對沒有任何意思啊 來鼓動你們 或者是任何沒有反抗意願的人去反抗 你們看著就好了 我給你們呢 提一個忠告 你可以不作為 但是你不能夠當他們的英犬來攻擊別人 你這樣的話呢 你就把自己的路給堵死了 中共雖然現在還看似龐大 但是你要看見呢 整個的歷史大潮 他們是背道而馳的 全世界的正義力量都在對付他們 他們並不是強者 他們一定會被摧垮的 一定會被消滅的 投靠他們是沒有前途的 那現在話再講回來啊 今年二月份的時候啊 我們這個團隊啊 在就這個項目啊 進行一些沙盤推演的時候 我們也考慮到了有這個因素 考慮到了郭文貴先生呢 可能會對我們呢 展開公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呢 從去年919以後啊 郭先生基本上就不怎麼爆料了 郭先生的這個矛頭啊 主要是指向海外民運的 海外的一些自媒體 主要是對這些人和事來進行攻擊 現在呢 又攻擊到我們頭上了 那我們也注意到 郭先生爆料的最後的後果啊 跟大家想像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所爆料的所謂那些盜國賊 一個都沒有倒 他所支持的人呢 倒是倒了 而這個爆料 整個爆料事件的最大的受益者 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中國現在最大的獨裁者 正要實行終身制的 要把中國拉回文革 要把中國變成大朝鮮的這個獨裁者 習近平 他所爆的王岐山 孟建柱本來對習近平的獨裁地位 有一點威脅的人 那麼現在呢 因為這次爆料 這幾個人呢 就完全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下 為習近平所用來維護習近平的這個獨裁體制 這裡面有兩種可能性 那一種呢 就是郭先生呢 他本人是因為他的利益的關係 要跟習近平政權呢 進行勾兌 要為他們做一些事情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呢 就是那就更可怕了 那就是啊 郭先生本人就是習近平手下的 某一個團隊派出來的 執行這一項任務的 我不是說啊 盜國賊報的不好啊 中共體制內高層的 沒有一個好的 報誰都好 但是呢 政治是否則 尤其是中共的這種權力鬥爭 如果整個爆料最後只是服務於習近平呢 建立他個人的極權 習近平把中國拉回文革 把中國變成大朝鮮 那麼整個的爆料這個性質就完全變了 那當初我們很多人 很多朋友 很多民運的朋友 很多反共的朋友 都是支持爆料的 因為大家啊 有一個念想 就覺得啊 郭文貴是這個體制的叛徒 反各一擊 對中共啊有打擊 但是我們現在看見 他整個爆料行動啊 對中共沒有打擊 只是對中共呢 這個從威權體制寡頭制 轉向極權體制 起到了一個推動的作用 再說回來啊 這個很多支持啊 郭文貴爆料的朋友啊 都是我的朋友 很多這些朋友啊 是過去長期以來 從事民運活動的 是反共的 是真正的支持民主的 大家之所以挺郭 並不是因為你啊 有錢 你放心 這些人呢 半輩子跟中共啊 為敵 他們不會在乎錢 在乎錢的 不會走上這條路 那麼他們為什麼支持你呢 是因為他們存著一個戀下 他們認為你會對中共開戰 但是如果你現在啊 對那些正在向中共開戰的人 你在向他們開炮了 那麼我相信呢 這些人呢 智商絕對不低 這些人呢 絕對不會違背自己的良心 來跟你一起 向他們的同道開火 那麼他們一定會拋棄你 他們一定會堅持自己的原則 一定會堅守自己 反共民主的立場 最後呢 我想跟郭先生提一個忠告 你如果受到了中共的壓力 你如果不是他們的英權 你可以什麼事都不做 你可以選擇退場 但是呢 你一定不要 重新走回那個體制 一定不要當他們的打手 一定不要做他們的英權 否則的話 你的下場啊 會非常的難堪